好的 好 我們這一堂就是 這一堂是要幹嘛 直球對決 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們先問一下他們知道 知不知道自己有來對的地方嗎 對 知道 知道這個課是要幹嘛的嗎 這一堂 我走錯了 然後全部跑出去 這樣子 好 這一堂課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們就是知道這堂在做什麼嗎 應該知道 我有收到很多 那有沒有少問題QR Code 你們都有提問了嗎 還是這些問題都是別堂的人 在問的時候 我們有問這個問題嗎 他們是只能在這邊的時候 他們才能少嗎 所以別堂的人不能夠來亂這樣子 不行 不能 我們有收到蠻多的問題 很棒 對 那但是我想要鼓勵大家 真的來到這裡 你們既然是想要來跟訓官牧師 就是跟信中牧師直球對決 直球對決的意思就是你們要提問 而且他們不怕你們問 就是 信中哥比較怕啦 我不怕 因為我每天都在弄直播的 對啊 我只是會很直的回答 對 他可能更 我很怕他傷害你們 對 太直了 對 因為我比較中意一點 所以可能稍微比較 應該是這麼說 我覺得其實牧哲都很願意來回答大家的提問 可是我們也還是希望就是 有一點點的方向性跟聚焦啦 所以這是為什麼今天我會在這裡 那就是可能大家的提問 但是我會稍微看一下 我們盡量先以回應我們昨天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就聽到了昨天的信息以後 想要更多來提問 那我想這就是這一堂時間很寶貴的這個用意 就是讓大家可以更進一步的來更深 因為你可能昨天聽到很多像 其實第一題我就覺得可以先來開始 因為昨天信中 你要先講一些 我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 我認為很多關於信仰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要透過提問 你知道你有沒有 當你在讀聖經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很多的時候 看不懂 對 不是 很多的時候那些門徒都在問耶穌問題 可能耶穌在講道 然後完了以後 他們就私底下問耶穌說 這個你在講什麼 那什麼意思或什麼 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只是一直聽聽聽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反思 或者是反問一些問題的話 那可能我們真的並沒有完全的吸收 領受進去 所以有些時候我其實蠻 我蠻喜歡這種可以問問題的一個機會 是因為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你們在聽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理解到什麼 而且我覺得有些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我們很容易誤會講員的意思 我們很容易 那如果說我們有些機會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信仰很多東西 真的 其實不是 我覺得不只是關乎我們這幾天講的 或是任何在我們的當中 因為我知道我想要問一下 在我們當中有沒有 社親的 有社親的嗎 OK 感謝主 那有沒有大專生 有大專生嗎 OK也有 然後高中生 感謝主 國中生 國中生 哇 有耶 好棒喔 對啊都沒有出去玩 國小 國小有嗎 有 來幼稚園 幼稚園 沒有幼稚園 沒有幼稚園 我女兒嗎 對 先回去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我們能夠有這樣子的互動 因為你知道通常我們在講到的時候 如果有人說 欸 星東哥我要問你問題 然後招待直接拖出去 被拉出去 被拉出去 但是這個地方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如果你對於真的對於信仰 我發現我以前對於信仰有很多的問題 可是從來沒有人回答我這些問題 對啊 你講一下我們小時候 對 因為他們 他們說就是我們是從小在教會長大 或者是說我們是牧師的孩子 自然而然會回答我們這些問題 但其實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我們在卡住 對 沒有人幫我們去解這個 我們好像被命令一樣 但我們並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我剛剛有一個 上一堂的聚會的裡面 我有覺得一個很好笑 我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一個 不是那個 不是金榮牧師 不是金榮牧師好笑 是我們約束雅很好笑 你知道他不是最後 那個金榮牧師有帶我們做禱告嗎 對不對 帶我們做禱告 然後他其中有一句 就是他禱告一句 然後就是我們要跟著禱告一句 然後所以約束雅也在幫著 跟著大家一起禱告 他說用你的感情呼叫爸爸 然後我們後面也說 用你的感情呼叫爸爸 我想說 沒有 只要叫爸爸就好了 不需要用你的感情 就是不需要講 用你的感情呼叫爸爸 然後我聽到我就快笑死了 然後我就在約束雅的群組裡面說 用你的感情呼叫爸爸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有些時候 我們譬如說講人就會說 阿妹嗎 你就阿妹 那阿妹什麼 不知道 我們一起來說什麼 然後你剛剛在講什麼 但不知道 我們就重複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些是我們在 這個信仰過程當中 或是我們在聽信息的裡面 有任何的問題或什麼 其實我們都可以問出來 然後幫助我們可以更多的去了解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了 我還想講 你也想講嗎 因為其實我跟光哥是從來一起長大 你知道我們 從幼稚園 差不多幼稚園 對啊 幼稚園 然後我們國中的時候 我們的訓練 我們的牧師是相當嚴格的牧師 相當嚴格不要講名字 不能講名字 好 所以在訓練 他現在還是我們分堂的一個牧師 對 你不要再講下去 好 那所以呢 當我們在從小被訓練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要寫靈修日記的 對 每個禮拜天我們要教 這一個禮拜所有的靈修的重點 對 我們都是用抄的 哈 抄誰的 我沒有啊 我沒有用抄的 我有用抄的嗎 沒有 而且我們是那個 你如果這個禮拜沒有教靈修日記的話 我們那個時候 你是要站著聚會 一整個聚會 你不能坐下來 對 就是要站著 就被罰站一整個聚會 然後我們是用抄 抄誰的人 抄團氣的主席 對 對 現在團氣主席都不知道人在哪裡 對 有沒有新耶穌我都不知道 對 所以你知道 在那樣一個過程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信仰是似懂非懂 但是當我在開始 越來越成熟的狀態的時候 意思就是我的理智開始會問我說 我以前學的這些東西是真的嗎 我聽到的這些東西是一個傳統 還是一個宗教 還是一個我現在正在經歷的東西 那個東西會在我的生命裡面 產生更大的激動 這個激動會讓我覺得說 你知道我去聖經學院念書的時候 我已經29歲了喔 我在那個念完三個月之後 我決定我要放棄我的信仰 我是因為有呼召我才去念聖經學院喔 然後我去聖經學院之後 三個月之後我決定我要放棄我的信仰 然後呢 我說根本沒有這位神 這是騙人的 OK 然後呢 因為亞文姐也跟我 我跟哲人哥跟亞文姐 我們三個是一起在瑞典嘛 所以我就一直影響亞文姐到最後 她也相信了沒有神這位事情 你會傳福音耶 你很會傳福音耶 很厲害 沒有這位神的福音喔 這就是要有步道家的恩賜的辦法 對 然後到最後就是 我三天禁食完之後 我自己聽到神的聲音之後 亞文姐失喪了 她說她要回紐約工作 她沒有這位神了 結果呢我說你禁食 她禁食完之後 她就自己聽見神的聲音之後 我們才能夠繼續下去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的東西是 第一今天我們可以跟你們講的 我們會藉由我們的啟示 跟我們的知識 還有我們一些經歷 然後我們會分享給你們 但是有很多的東西 是你一定要自己去經歷的 OK 你自己去經歷之後 你才會知道那叫做真的 然後那個真的 會把知識 啟示這些東西 都再一次包容進去 成為你的東西 OK 好 對 我覺得那個我們等一下馬上就要開始 但這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Slido 你們搞不好用的都比我們還熟悉 你們知道可以推問題嗎 對不對 你按越多讚那個問題就會越往前面 所以如果 我會把一個人也只能按一個吧 一次吧 但越多人 對 就越多人按 想要這個問題被回答 就是趕快點它 那它這個問題就會被往前推送 然後其實我覺得剛剛 不管是光哥也好 或是信鐘哥也好 其實就是在告訴大家 我們在聽到的時候 其實不是 只是一直聽一聽 都沒有去思考 我相信你們今天會坐在這裡 就是因為你們是願意思考的一群人 所以讓我們更多的就是 來提出你們的疑問 等一下他們 兩位再回答 如果你聽到 你還覺得說 可是我還想要更多來問的時候 就是趕快再利用這個Slido 它會一直開著 然後我們就先來問 我剛剛原本是想先 突然之間就變成第一個了 對 很好喔 這個 昨天也是有提到一點點這個部分 可是 我 那我可以先問 因為我剛剛有沒有想說 從那個贏得七三的那個 開始問起 可以嗎 不要 好 就照這個順序 我們要遵守民主的這個 OK 好 那我就來問這個第一題 牧師你好 我想問 如果教會同工 性別傾向或認同比較模糊 那其實他們自己也深受困擾 那身為輔導的我們 應該要怎麼幫助和牧養他們 我覺得 對我來講 很重要的就是 陪伴他們 然後呢 怎麼樣子 有些的時候需要像他們的朋友 有些的時候需要像他們屬靈的父母 然後 可是我覺得 很多很多 像我 我身邊如果有這樣的同工的話 他們非常的需要被愛跟被肯定 而且他們要知道說 我的領袖 或者是說我的屬靈父母 會完全的愛我跟接納我 所以他們身邊的時候 我希望我能夠讓他們能夠有這樣子的感受 所以他們可以在我的面前 不會覺得害怕 也不會覺得他們需要好像表現什麼 或是遮掩什麼 他們是很可以跟我分享 他們有這樣子的一些掙扎也好 或者是他們有他們自己裡面真實的感受 那對我來講 我常常其實會 我發現 我周圍有這樣的同工的時候 其實他們 蠻需要我去擁抱他們 他們蠻需要我去擁抱他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他的同工好像都還好 但是呢 如果我的身邊有這些同工的話 我的擁抱 對他們來說代表的是 我非常非常的愛他們 而且也願意完全的接納他們 然後呢 我也 可能不管是在我的信息 或是跟我們互動的當中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分享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旅程 這是一個旅程 有些時候 並不是因為我們聽到一篇道 或者是你告訴我怎麼樣子 我就可以馬上做得到 我就可以馬上經歷到那個改變 可是我想讓他們知道的是 光哥會陪你們在這個旅程的裡面 然後呢 我也求神給我更多那種為父為母的心 我覺得一個属林的父母的那種想法 或者是那種 就是你不管你的孩子在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你都會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呢你都會陪伴著他們 那而且我也會盡可能的鼓勵他們 用壞去肯定他們 因為我不知道有些他們還蠻需要的 就是要肯定他們 然後鼓勵他們 讓他們知道他們其實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有些的時候他們會有 這個方面的一些 不管是模糊混淆或者是掙扎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從這一點 特別在驕傲的裡面 不斷的控告自己 或是不斷的覺得好像自己在 某些部分跟其他的同工不一樣的時候 他們裡面會很容易會感覺到受傷 所以我覺得要需要不斷的去肯定他們 愛他們 然後呢也不要好像特別的去 應該講說不要特別的去針對他們 要去講什麼 而是我覺得就是要讓神的真理 所以我會很希望是幫助每一個人 我們真的去學習怎麼去聆聽神的聲音 然後讓神能夠來對我們的身分來說話 那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是神 因為是天父創造我們的 所以祂最懂我們 祂最 我發現我有些的同工 他們真的很細心很細心很細心 有些時候我覺得 怎麼弟兄這麼細心或什麼東西 可是你知道我發現 那個是神特別給他們的 然後我就要去肯定跟鼓勵的是這個部分 看見尊榮的是這個部分 而不是覺得好像哪一些的部分 好像跟平常的人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 我自己也在學習這個 這個陪伴的這個過程 這個成全的這個過程 就是知道怎麼樣子在對的時候 在神 聖靈感動我的時候 去做一些我覺得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被愛 被接納 然後被肯定的那個時刻 所以沒有什麼固定的一定的原則 策略跟方法說要怎麼去牧養他們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就是求神給我們 有一個為父為母的心去陪伴他們 我想他們的身分或者所謂的性別的 這樣的一個模糊不是他們的錯 當我們去更了解整個性別傾向跟性別模糊的時候 我們要講這裡面背後有很大很大的成長因素 或者是傷害的因素 或者是各樣在過程裡面 我們不能理解的一些事情發生 所以這個題目上面其實有提到 怎麼不見了 他往下跑 OK OK 說他們自己也深受困擾 你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癥結點 是他自己也深受困擾的時候 他其實是需要被幫助 這個幫助不是告訴他怎麼分辨 因為說實在的我們沒有資格去教他們 因為我沒有那樣的經驗 跟我沒有那樣的成長背景 所以我沒有資格去告訴他 他應該怎麼去分辨 就是這些是什麼 就是我現在看到的 他應該沒有這個 而且那邊是個個個程 他應該是在那裡 這裏是 他應該是一個個程度 他應該是一個個程度 分辨到去 在那個程度 電視射的形象 他應該是一個有些人 我們在骨盆上的 但他應該是一般 我們去看 我們其實是一個的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看 帶來新朋友 都是藝人 他說特別是當時候 在同運的這個狀態的時候 他們說 你們不是要 就是要針對我們 要做這些東西嗎 然後我就說 不要急 不要緊張 因為都在我家聚會 你們就坐下來 然後我們Fellowship 他來了一兩次之後 他就知道我的立場是什麼 他一兩次他就感受到極度的被愛 他一兩次之後他就說 我以後會一直來這邊 而且我過去我都有對教會有錯誤的認知 你知道愛是不是在一個章法裡面 去說這樣叫做有愛 愛是你真的將心比心 知道他所面對的混亂跟痛苦 而你也知道我們 如果是我在裡面的話 我也走不出來的時候 那你可不可以將心比心的陪伴 但是在陪伴的裡面不是沒有原則的 但是你現在先有籌碼你才能夠 最後告訴他 那我的認知大概是什麼 然後我會往什麼方向努力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的愛需要給到籌碼 是他信任你之後他會說 兄哥 那你可以告訴我說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做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他說 可能我們現在可以往什麼方向去 然後我們試試看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看看 是不是過去有什麼東西綁住我們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走的 所以我們面對很多這樣的東西 所以讓我告訴你 在我們的教會的裡面 有這樣的小組長 OK 那但是我現在要再跟你解釋 因為有很多人就會 就可能會覺得好像很自由 不是喔 你聽我講 對我來講 同性跟異性最後如果都是一個被欲望驱使 所帶來的犯罪行為的時候 我先講 性別的混淆還不是罪喔 但是它產生了可能是性的行為這些事情 那就是罪囉 所以異性的性行為是不是罪 那麼同性的會不會也是罪 好 既然都是一樣的話 它都是性欲所帶來的結果是罪的時候 這個罪我會講得非常明白 它已經不是用同性跟異性來分別了 是這個性欲所帶來的這個罪 所以我會跟他們講 這個是我的最低限度 如果犯罪了就是犯罪了 OK 所以讓我們都不要犯罪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喜歡的是同性 你可能喜歡的是異性 但是我們都選擇保守我們自己 不犯罪這件事情 先讓我們保守 然後讓聖靈不斷光照我們的時候 神什麼時候光照我們 讓我們覺得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樣改變的時候 不是任何人可以去做的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強迫的 而是神會自己帶領 自己帶領 但是他們必須要先守住第一道防線 不犯罪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看見神 真的就在幫助我們的教會 這些孩子們 或者說他們現在其實也不是孩子們 都已經是社青了 他們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保守自己之後 神就一直在光照他們 光照他們 他們就很開始按照 他們跟神的關係 不斷的開始產生改變 而這都是聖靈做的 不是我們做的 大概是這樣 我們要補充一下好了 我要補充一下好了 對 我們這題就講不完了 我們就講一個半小時好了 對 我剛剛當信用哥在講的時候 我想要跟你分享 今天早上我們不是有聽到 那個分別的善惡數嗎 對不對 我想跟你分享 真理不是分別的善惡數 真理是生命數 所以我們真的 當我們在面對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 我們人生當中會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可是我們是活在分別善惡數的裡面 只是活在那個對跟錯的裡面 還是我們回到生命數 意思是說 剛剛 剛剛信用哥講說 我們要保守自己不要犯罪 我們身為基督徒我們都知道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我們都會軟弱還是會犯罪 我們還是會軟弱還是會犯罪 沒有關係 跑向生命數 我們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我的同位也跟我講 他會軟弱 他會犯罪 那時候我說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 不要像亞當 像娃一樣選擇藏起來 選擇隐藏起來 或選擇用別的東西 不管你今天用的是服飾 你用的是忙碌 你用的是其他的東西來遮掩你自己 我說沒有 我們不要 我們選擇就是回到生命數 回到神的面前 因為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 愛我們的天父 祂都知道 就是我 祂連我們會不會跌倒軟弱犯罪 祂都知道 可是祂在等我們轉回 回轉到祂面前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經歷到軟弱的時候 被試探的時候 等等這些東西都會有 不管今天是同性或異性都會有的 但是我相信神在對我們說 我們不要一直活在那個分別善數的裡面 我們需要常常的 當我們有 真的知道說我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有需要 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回到生命數的當中 然後我們相信 耶穌基督能夠再捷徑我們 耶穌基督能夠再保守我們 能夠讓我們繼續的往前走 所以我很喜歡我弟弟 他每次都會講到就是 你知道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真的很容易在情欲的上面 犯罪跌倒的 我很多這些同工會說我們 他們會跟我分享這個部分的時候 那我弟弟他會一樣講就是 我們如果說我們今天騎腳大車 騎腳大車要從台北騎到高雄 那如果我騎 騎到桃園的時候 我摔倒了 那請問我是從桃園繼續騎呢 還是我要把我的腳大車 再拿回到台北來 再重頭騎一次 你會怎麼做 你就直接在桃園你跌倒了 你就跳桃園 我會看腳踏車有沒有壞 沒有不會壞 對 所以就是你在桃園跌倒了 你就在桃園再站起來 然後繼續的往前走 那你說 不然的話很多時候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我又跌倒 我又犯罪了 全部都重來了 我又全部以前的努力 以前的堅持 以前的怎麼樣子 分別為生活什麼 全部都重來 然後又從台北來 然後你就永遠就騎不到 高雄 可是如果你在那個地方 你跌倒 你來到神的面前 然後你站起來 繼續往前騎 你就是從 現在就從桃園開始騎了 接下來你騎到新竹 又跌倒了 沒有關係 你就在新竹的裡面 又回到神的面前 你在新竹又繼續往前 你有一天一定會到高雄 一定會到高雄 不管多慢 你都會到高雄 但是問題是 你不要認為說 就白費了 我就在新竹 我沒有辦法 我這輩子就是這樣子了 不不不 你就是要神 神是那位 慈給我們有盼望的神 祂是有施恩 骯髒 神不會愛我 你知道當我們第一個 我們犯罪的 或者是我們犯罪之後 我們可能忍了很久 都沒有再犯罪 然後再犯罪的時候 你知道你會多看不起自己嗎 那就是我裡面的感受 我多看不起自己說 神都已經用這個恩典來救你了 結果你還沒辦法為神堅持 然後你還說你愛祂 你有什麼資格 這全部是魔鬼在我裡面說的 然後 然後我就會開始控告我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還是不要服侍好了 我還是離神遠一點好了 我或許在敬拜的時候 我不應該把手舉起來 其實那個時候才是我們最需要舉手的時候 爸爸救我 爸爸我 我真的軟弱無力 爸爸我真的不知道 我怎麼是一個這麼糟糕的人 如同保羅所形容的一樣 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到 我不想做的惡我偏偏去做 原來我就是一個這麼糟糕的人 但是你知道人的第一個反應 就會是 剛剛光哥講 亞當夏娃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躲 但你知道嗎 真實的基督徒人生 是不要躲的 因為當你知道耶穌附上一切代價 祂在那邊等著你 祂是已經說 你践踏我吧 你聽好 以前我們在 有沒有聽到那個誰講說什麼 STEP OVER MY DEAD BODY 那個政治 那個不要那個 那個是哪一個 王世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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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麼政治喔 對 政治有沒有 他講說 踩過我的 我的 屍體 屍體 你知道耶穌所講的是一模一樣的 踩過我的屍體 你講耶穌像王世堅 沒有 或許王世堅是 得著了耶穌的啟示 所以講了這句話 OK 說 OVER MY DEAD BODY 你知道耶穌他在還沒有死之前 他就已經講說 有一天你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大家想說這是一個蠻恨的宗教 要吃肉要喝血 到後來 你要知道希伯來人的約的裡面 就是要踩著你獻的祭的血 你踩在那個血中的裡面的時候 你說 因著這個祭物所付上代價 因此今天我可以成就這個約 這個死的是耶穌耶 然後他說什麼 我素 我素 我是 我素道路 我素道路 OK好 我是道路 若不借著我 沒有人能到 父那裡去 那麼道路是要被踩過去的 今天我們是踩在耶穌基督的身體 跟他的血上面 才能夠到父那裡去 那你每一次你軟弱的時候 你軟弱到了地上的時候 你應該感覺到這個地是很黏的 因為那個血已經結塊了 你知道血 一出來結了之後就開始很黏對不對 當你犯罪的時候 你蹲下來的時候 你感覺你身體在那個血泊裡面的時候 你發現 竟然不是流我血耶 這個血竟然不是我付上的代價耶 這個血竟然是耶穌付上的代價耶 我就可以在恩典裡面站起來了 當我們認為我們要付上代價的時候 你很難站起來 你甚至會看清你自己 你甚至會覺得你自己簡直是卑鄙可恥 因為你已經耶穌用恩典換來你 結果你還繼續在得罪祂 但是你可以站立起來的是 你感受到那個血所付上的代價 所以你在站起來的時候 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祂的靈方能承示 因為聖靈來的目的 就是要顯明耶穌所付上的一切代價 Amen 所以讓我們每一次軟弱的時候 我們在哪裡軟弱 我們就在哪裡剛強 Amen OK 好了 我沒有要講了 我怕你要接下去 我沒有要講一個半鐘頭 怎麼亞當夏娃的那個不見呢 他有一個問題在說 一直很想問就是亞當夏娃 你要問那個嗎 他們的兒子那個妻子從哪裡來的 是嗎 那個 對 我也覺得 沒有 就是有一個問題 他是問說 他一直都很想知道 他想的這個問題想很久了 夏娃跟亞當是神造的人 那他們生了兒子以後 他們不是兒子也有結婚 那兒子的妻子從哪裡來 他就說他想這個問題想很久 對 我真的不知道耶 沒有啦 就亞當夏娃生的 應該是 對啊 所以是亂倫囉 他在那個時候沒有亂問這個問題 對啊 是喔 OK 從 好 結束 不是 我也滿想 我 第一個是說我沒有想要知道 我沒有想過這個 我沒有想過這個 有人知道嗎 有人上過課 有任何牧師有講過這個嗎 有沒有 你們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我在校會都沒有聽過耶 很棒耶 你還有創意怎麼可以問出這樣的問題 我下次要來問我的牧師 我爸爸 我來問我爸爸這個問題 對啊 你知道嗎 老師有講過嗎 沒有沒有 沒有講過 有啦 應該我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耶 我從來沒有聽過耶 我沒有想過 很棒的問題耶 但我不曉得 我不知道 所以應該也是亞當夏娃生的 就是亞當夏娃生輸了很多很多的孩子 很多的孩子 在那時候是無罪的狀態下面 喔喔喔喔喔 對 他們生了很多的孩子 就是還沒有吃分別現在樹的果子的時候 然後醉就產生了 唉唷 沒有所有的結果 唉唷 我今天有學到東西耶 我們要用它在 不錯耶 信眾牧師 你說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 我沒講什麼 但因為我會去問謝院長 你這個講的對不對 你這個講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還有神學院喔 對我們需要 我想要去問一下謝院長說 這個信眾牧師這樣講 對還是不對 因為院長常常會聽聽我們的信心 對他會聽我們的信心 就說那個信眾來來來來 這個東西我們要 我跟妳講一下 妳剛剛講的那個不是很準確 對我跟妳那個 對我們很好 我們有這個很棒的長輩 叔叔告訴妳 這樣不對 對你這樣講到 可能人家會誤會 對對對 唉唷 我也想要去問謝院長這個問題 好 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剛剛可能就是 我想喔 連我自己都沒有聽過 然後原來信東哥 妳在這個聖經學院的時候 居然有這種 哇 我覺得神不是真的 然後還傳給了亞文姐 因為剛剛有個問題 就是在問說 如果我們跟神的這個關係 進入到一個疲憊的狀態的時候 最第一個 對就是也是很多人想要來提問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恢復那個 跟神親密的關係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們剛剛前面 在講的也很重要 其實是我們需要跟神 真的是在一個親密的關係裡面 我們才能夠不離開祂 然後才會知道說 我能夠回到祂面前 可是如果我跟祂 妳好像回答 如果我跟祂的關係已經到了一個 我都不知道怎麼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不可以亂講話 我沒有亂講 我沒有 我講的一定講到妳的心坎裡面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如果真的說實話的話 我從來沒有對神感覺到疲憊 妳知道我對什麼感覺到疲憊嗎 宗教 教會 我大聲阿們 一些牧者領袖 阿們 然後還有一些我覺得我永遠做不到的事情 我對這些東西我感覺到疲憊 但是神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時候是我們有點搞混了 就是說在信仰的裡面 然後我們覺得好多好多東西我們要做 好多好多的服飾 好多人好難溝通 然後呢 這個教會裡面有這麼多複雜的事情 然後人生當中有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譬如說好 我也有 其實我不是對神感到疲憊 就是我碰到有一些事情 是我沒有答案 我沒有解答 然後或者說我覺得很挫折 就是人生當中一定會碰到 碰到有些事情是你感覺到很挫折 很失望的時候 然後呢 妳有點把就是對神感覺到失望 跟對神感覺到挫折 把它等於是對神感覺到疲憊 其實神是很好的神 只是因為我覺得人生會讓我們疲憊 工作會讓我們疲憊 過多的服飾員超過我們 神要我們去做的事情也會讓我們疲憊 然後我們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 面對複雜在團隊的裡面 然後教會 你知道教會有些事情 真的讓我們很疲憊或什麼的 但是都不是神 因為我知道神真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神蠻無辜的 因為這些所有東西 他都得要承擔 就是我人生當中碰到的 不管是今天在教會的裡面 在服飾的裡面 在信仰過程的當中 我所感受到那種挫折跟失望 為什麼 神都要蓋瓜承受 因為我們就會把它覺得說 神都是你 為什麼你會讓你的教會這樣子 為什麼你會讓這個事情 發生在我的身上 為什麼你會讓我這麼的疲憊 這麼的累 神你不知道我的狀況或什麼東西 我們就很容易 對神有很多苦獨怨恨 但是我覺得我們真的需要 有些時候安靜休息下來 好好的去聆聽神的聲音 跟神在此刻要對我們說什麼 我覺得有些時候 我們在混亂的裡面 我們真的分不清楚說 我們今天到底在疲憊的是什麼 我們到底感覺到 挫折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不見得是神 而是我們所現在所面對到的 這個狀況 讓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心很累 所以我們真的有些的時候 需要把我們的焦點 從那些真的讓我們心很累的事情 在轉移到神的身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才有辦法 真的重新的被恢復 重新的得力 有些時候真的神就對我講一句話 我真的整個人都脫困了 我就是脫離那個地方 神就講一句話 我就記得有一次我真的對同工 真的感覺到好累好累好疲憊的時候 就是很挫折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不尊重我的時候 那神子對我說了一句話說 不要跟他們一般堅持 你是我的王子 不是 他講你是我的公主 對 他說 我是他的公主 我說 我是你的公主 看得出來 對 他說 對 所以剛剛就回答到第一個問題了 你知道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 我懂神在跟我講什麼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跟他剖腹罵劫 所以神就跟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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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尊貴的公主 公主要有公主的樣子 不要去跟他剖腹罵劫 不要去跟他這樣子發生衝突 因為你這樣就失去了你的氣質跟格調 你是就 你知道 你就發現這樣 很多的時候神對我們講的是 關於我們的身分 神沒有性別錯亂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神只是說 我知道你很想要去跟他剖腹罵劫 我知道你很想要去跟他這個 來硬的 或者是跟他怎麼樣子 然後神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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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尊貴的 不要 永遠不要忘記 你是尊貴的 你是優雅的 你不需要被這個 這些的 就是不需要被這些的事情 對 我很想講鳥事 不要被這些的事情影響到你 你是尊貴 我就突然之間 我就從那個地方得到釋放 我就不會覺得這些事情是很累的 所以有些時候我覺得 我們需要去分辨 其實不是神讓我們疲憊 我覺得我每次 如果我真的安靜下來跟神祷告 或者是說我真的安靜下來 來敬拜的時候 我都覺得那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恢復 讓我可以重新得利 讓我被更新的一個時刻 因為我們的神真的就是這麼好 完全講到我的心凱莉 謝謝 另外一位公主 對 因為你已經很想 會知道我要把你拖住 不然你要出去 沒有 真的就是 從我認識這位神是全然良善 如同雅各所說的 在祂沒有轉動的影兒 這一件事情 認知開始 每一次我到神面前都是被refresh 都是再一次的更新 而我什麼時候我需要被更新 就是像光哥講的 我面對了宗教的事 面對教會裡面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鳥事 在這些過程裡面的時候 我就會非常的疲憊 但我知道那不是神 而且信聰哥又是一個很公義的人 然後又很盡責 又很盡責 公義又盡責 真的是一個非常慘的一個結合 這是神造我的奇妙可畏 對 感謝祖 你受到奇妙可畏 對 所以在教會裡面有很多的事情 你知道天父會問我說 孩子你既然是這個家裡的一份子 當你看到我的身體 不是這麼完美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決定 然後你會怎麼樣努力的時候 我常常再一次爬起來 努力的去面對 我認為這不是屬神 家裡應該有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我們在做神國的事 其實我們建造的是自己的國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知道天父的事到底是什麼 因為耶穌只說天父所說的話 耶穌也只做天父所做的事 所以我們要常常的查驗自己 如果我的疲憊是因為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 那麼這件事情會很疲憊 因為聖經上面說我們當父耶穌的惡 祂的惡是清神的 當我們的惡一開始 你又想要講什麼 彈子是清神的 他的惡是容易的 我現在是謝院長 好不好 我是謝院長 好 沒有 對對對 OK 所以惡是清神 那所以惡是容易的 惡是容易的 彈子就已經講惡是清神了 好 沒有了 謝謝你 OK 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 第一個是要查驗我們自己 第二個是我們要查驗 是不是一個宗教的靈活傳統的東西 想要試圖綑綁我們 然後引導我們去到錯誤的方向 這些東西都會讓我們Burr out 但是我們永遠可以對人 我們感覺到無望 但是我們對我們的神 是永遠有盼望的 因為祂永遠是給予生命的 所以每一次當我們覺得很疲憊的時候 我們應該馬上知道自己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找尋你周圍的遮蓋 跟你周圍的朋友 我一定第一時間一定是找光哥跟哲哥 然後他們 我可能會跟他們講很多我情緒上面 然後我面對的這個困境是什麼 然後他們聽了之後都會冷冷的回憶 說我知道了 但是他們只要講說我知道 我就知道他們真知道了 因為他們也在面對他們的挑戰 有時候我們已經不像孩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丟這麼多情緒之後 然後對方還要安慰 沒有 我們已經沒有到 我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 所以當我們在彼此在講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是點到就懂 點到就通 然後這時候就說我會為你禱告 我會為你禱告 所以疲憊的永遠不會是神 絕對不會是因為我們跟神的關係會在神的裡面疲憊 不會 你在神裡面只會重新得利 所以你一定要想到底什麼東西讓你疲憊 你要趕快回到生命的泉源裡面 我想最後加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對神感覺到疲憊的話 或是感覺到可能是失望或挫折的話 那真的就是我們有些的時候 我們對神的看法跟眼光 可能有點被仇敵魔鬼扭曲了 因為其實仇敵魔鬼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欺騙我們 關於這位神的屬性 所以有些的時候很有可能也是因為 我們在某些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看神的這個眼光 跟怎麼認識神的這個眼光有點被蒙蔽 或者是被扭曲了 那其實這個時候也是我們很需要來到神的面前 問神說 神就是我到底在這個過程的當中 相信了什麼關於你的謊言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其實在教會裡面 常常講的屬神信念 就是我們對於關於這位神 我們相信了仇敵魔鬼什麼樣的謊言 以至於我們覺得真的對神感覺到很疲憊 很失望 很挫折 或者是覺得就是不想要繼續的 好像跟神在一起的那個原因是什麼 那我覺得神是應該這樣講說 神應該講神 神應該講永遠出問題的都不是神 然後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沒有啦 火鍋要加芋頭嗎 那你剛剛是不是還沒講完啊 這已經大家開始在亂問了好不好 好啦 下課 你這種問題你也有問 火鍋當然要加芋頭好沒有 好 這是為什麼要主持人 我們等一下這種人就會跳過說 你再按多讚都沒有用 好 來 你剛剛是不是還沒有講完 我講完啊 沒有 差不多 對 可以啦 因為我覺得那個IKEA比較重要 好 現在下一個 沒有 那我可以 你也講嗎 好 可以 你是院長你可以講 沒有 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們剛剛提到那個我也很認同 就是其實讓我們失望或是疲憊的不是神嗎 你們還是要專注一下 我覺得是從這邊 放尊重 放尊重點 大家放尊重點 是從這邊 把他的手機沒收 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們會有這些失望 或者是你會感覺到疲憊 這都很正常 然後我覺得神也沒有害怕 我們裡面有這些情緒 甚至他很想要幫助我們去面對他 所以以前我就記得就是 因為我剛來到教會 其實我就在雅雯姐的小組 那雅雯姐也是走這種真性情路線 然後我們就真的有幾個在跟他 就是可能一對一的時候 就是會講到說 我們真的對神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說那你就跟神講 然後就包含我們其中一個 當時另外一個姐妹 他就說我真的很想罵神髒話 然後就說神沒有怕你這樣對他 然後他就真的這樣子跟神講話 然後可是神也就在那個當下 你知道神就是會 祂真的是一個會蹲下來 然後在我們的處境裡面 來跟我們相遇的那位神 然後所以你就看 他那時候也鼓勵我們 你就回去看詩篇嘛 大衛跟神講話都沒有在客氣的 就是他不爽他就是講了 神你現在在哪裡 然後你為什麼讓人這樣子來對我 然後可是最終你就會發現 他整個的情緒走完一遍以後 他最後就會說我要來稱頌神 就是那這就是那個過程嘛 可是我們需要走過前面那個 我能夠對神就是真的情心圖一 那個情心圖一也就是 我有什麼感覺我就是告訴他 然後讓他在我的那個感覺上面 來跟我互動來安慰我 因為那個才是真實的部分 所以也鼓勵大家 當然不要動不動就罵神髒話 但是我覺得是 大衛沒有罵髒話 沒有啦 大衛沒有 可能那時候翻不出來 他是說我們自己 不是我要講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的情心圖一 然後你把你最真實的感覺 就是讓神知道 對啊 然後就這樣 為什麼耶穌說要用靈跟真理 意思說心靈跟誠實 就是其實神一點都不害怕 我們對祂是真實的 就是說我們裡面真實有什麼樣子的 情感感受 或者說我們什麼話想要跟人說 我們都不要害怕 我跟你講 可能你跟我講 我可能承受不了 因為我是人 對 我不知道 應該是說 我接不住所有人的情緒 但是我要告訴你神接得住 神接得住你所有的情緒 神接得住你 你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講會不會冒犯他 或什麼對神大不敬或什麼的 我要告訴你 就是很多的時候 反而是當你可以這樣子 跟神直接的來溝通 跟神直接來表達你裡面想法的時候 就是這是一種很滿健康的 你沒有說你要讓你自己 繼續停留在那樣的情緒裡面 可是你就是能夠講出來 你能夠跟神說 然後有些時候我跟你講 就是我寧可你跟神說 你也不要到處跟人說 對 因為很多人我們接不住 但是神祂可以接得住 你在禱告 在敬拜的當中 神可以接住你的情緒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這一堂課叫職求對決 其實你最應該職求對決的是神 你如果可以把你對人的職求對決的勇氣 拿出來的話 你在神那邊找到一切的解答 你今天絕對是一個剛強的人 OK 那接下來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在剛剛光哥你還沒有講說 我們其實不是對神疲憊 而是對宗教疲憊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已經出來了 不過我覺得我在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有兩個面向是我想要來請問的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在教會裡面 一定常聽到嘛 瞬服就蒙服 然後那但是這邊他就說 可是我有時候我覺得我看到的是 這是領袖的私心 然後那這樣子的瞬服 難道就是會真的是蒙服的嗎 然後還是它是一個宗教化的選項 那我剛剛說我覺得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我也很納悶 想說他怎麼會知道這是領袖的私心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說我們其實是 我們不會察覺到 只有神才能見察人心嗎 其實我們那也是我們的想法 那跟有的時候其實我相信牧者 也是會有挑戰我們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知道說 什麼時候我其實是應該要被挑戰 然後我是要能夠去做那個 即便我覺得我不舒服 可是我願意去回應 這個東西要怎麼去分辨 好 我來講 我來講 瞬服 教會說瞬服就是蒙服 OK 瞬服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瞬服神 OK 瞬服神 OK 然後另外一個是順服權柄 保羅在羅馬書那個地方 也有教導我們 關於瞬服權柄的這個部分 所以那我對於這個東西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 不管今天你說領袖有沒有私心或什麼 這個都不是 這個都不是 我認為這個都不是你應該要去在乎的 你應該要真正在乎的是 神 祂要你如何去學習順服的功課 這件事情 耶穌基督順服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這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 OK 那我們要如何去學習 謙卑順服的這個生命的功課 OK 別人可能用心不良 別人可能存有私心 別人可能有不好的動機或什麼東西 那都不關我們的事情 我只有一個事情就是神 我有沒有去學習順服神跟順服玄柄的這個功課 OK 我先不要講是蒙不蒙福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OK 包括從領袖來的 就是我不明白 我不了解 很多時候我不明白不了解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真的太幼嫩了 我不懂 我的女兒不會懂 為什麼爸爸媽媽希望她怎麼樣 她不懂 她太小 我慢慢慢慢 她慢慢慢慢長大的時候 我在帶領她的方式一定會改變 一定會不一樣 但是現在爸爸媽媽就是很不希望 你在這個就是 在那個高高的地方 一直跳下來這樣子 就是爸爸媽媽心臟是有點弱 這樣子 所以會這樣子 然後她就覺得為什麼你要攔阻我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我就是想要這樣子 我就是想要說 NO 我從 我不管你了不了解 我不管你明不明白 可是我 我 我為什麼會設立這樣子的界限 是想要保護你 所以 有些的時候我們 在學習順服的功課裡面的時候 我們不見得完全明白 你也不要認為說 我們現在已經夠長大成熟了 我們已經都能夠參透萬事 我們知道為什麼 神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或者是神要我們在這個當中 學習到什麼功課 我們不需要那麼 不需要那麼的認為我們什麼都懂 所以有些的時候 然後我們還在一個 可能在長大成熟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順服的功課 可能很難的時候 是因為神正在對付我們生命當中的 裡面的一些 我覺得可能是很剛硬的部分 很悖逆的部分 很不願意降服的部分 所以今天不管是順服 今天不管降服 降服更那個了 降服講到就是 你要向你自己死 這些東西都不是舒服的 沒有一個這個是舒服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都是對我們生命來說 是必要必定的鍛鍊 必要必定的鍛鍊 好讓我們的生命能夠長大成熟 好讓我們的生命能夠有基督耶穌 祂那個新香之氣 這些東西都不會白白 你不付任何的代價 你就說我自動在教你裡面 我只要參加聚會 我只要參加小組 我只要 然後我這些東西都會有 沒有 你所有這些的東西都是在 逆境的當中 或是在你不明白的裡面的時候 你仍然願意選擇順服神 仍然願意選擇順服全餅 因為這是神教我們 順服全餅的時候 然後你說我全餅不好 第一個 這不是我們能夠論斷的 第二個 那個全餅也是神設立的 保羅說得很清楚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去操練這樣子的生命的時候 我就是對我自己的生命負責 我不能夠對我領袖的生命負責 我不能夠對我周圍的環境的人 他們的生命負責 因為那不是我要顧 那是他們自己要對神交障的 可是我可以要為 我要為我的生命交障就是什麼 神你說什麼 你感動我怎麼樣子 我就要照著去做 而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為我的生命來負責 因為我自己要為我自己的選擇來負責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真的我覺得順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的弟兄姐妹聽到 有關於順服這些東西 領袖這樣子我要順服 我看到怎麼樣要順服 那我這個不關我們的事情 關乎我們的事情是什麼 是我有沒有把我自己的生命 能夠向神交障 顧好 能夠向神交障 神要我這個時候學習順服 神要我這個時候學習降服 神要我這個時候學習 神要我這個時候學習 甚至有些的時候是真的感動我說 不好意思 星空哥 這個我真的 我想要很期 我要很坦誠的跟你分享說 我真的覺得你做的這個事情 是不OK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順服 我沒有辦法照著你所說的去做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也有這樣子 我跟你講 這個要需要更大的勇氣 這樣跟領袖這樣子的分享 溝通說需要更大的勇氣 那如果你沒有從順服這個裡面 開始去學習的話 有一天當你要面職的時候 你也沒那個 你也沒有那個安全感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到底神有沒有站在你這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 我們在學習長大成熟的一個過程 我完全同意光哥講的 其實你看聖經上面的原則 順服就蒙服這件事情 是很清楚的 跟那一個他的領袖好或壞 是沒有關係的 大衛被恩高之後 為什麼他被撒穆爾恩高 是因為扫羅王有問題 但是請問大衛有把 扫羅王就殺掉嗎 他還因為扫羅王的關係 他逃難了逃了幾年 13年 如果你今天已經被神恩高了 讓你知道你接下來 你就是以色列的王囉 你應該一刻都等不及的 就想把扫羅幹掉了 對不對 這是不是我們的心態會想的 但是大衛花了13年的時間 不去殺掉神所恩高在他上面的權柄 神不是不厭惡扫羅 神已經厭惡扫羅 成為以色列的王了 但是大衛尊重主權 所有的權柄都是神所設立的 即使扫羅非常的不OK 他裡面有很多的私心 他裡面甚至有很多的敗壞 他甚至犯罪 但是大衛動都沒有動他 13年 這13年的大衛所磨練的是什麼 磨練當他有一天他拿到權柄的時候 他成為王的時候 他會知道他絕對不會像扫羅王一樣那樣做王 但是如果他沒有那13年的訓練 他很有可能有一天步入少罗的後程 所以大衛學那13年是最深的功課 為什麼會順服會蒙服的原因 不是馬上的一個反應 而這個蒙服是在那13年的順服的學習的裡面 好像做監牢好像冒著生命的危險會被殺 但是13年後他的蒙服就出現了 他就帶出了大衛的王朝 以至於生出所羅門的王朝 所以所有的蒙服不是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而是他去經過經年累月之後 神看人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你的外貌 神看你的內心 上禮拜我跟那個博寿牧師 我們在馬來西亞的博寿牧師 然後他很妙他跟我們一起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他就跟我們下一代講 這是我聽了我第一次 他跟我們所有牧者下一代說 你們接下來要選對象 一定要看外貌 我想說博寿哥怎麼可以講這種東西呢 然後但是他講完這句話還說 對他是跟你的孩子嘛 然後還有整整的孩子 還好我先把我女兒帶走 你女兒反正也聽不懂 怎麼這樣子他都聽得懂 聽得懂 看不起他 他屬林的人都可以 對他參透萬事 參透萬事 然後我們一聽了 然後博寿牧師就停住了 然後我嚇一跳 我說這什麼混淆的教導啊 他說 但是耶和華看內心 唉唷 這個有夠高深耶 所以要聽完 對對要聽完 對 我們要看外貌 也要知道神看的是內心 對意思說不要故意找 只是為了外貌 不是 就是也不要故意去找醜的 沒有啦 不是因為他們的爸爸媽媽的標準都蠻高了 喔 還好啦 好 不要再撐下去亂扯 好 所以我剛剛講到哪裡 大衛跟索羅 不不不 大大衛跟扫羅 所以我們 對不起 一打出去就會亂七八糟 好 求神證明我們 OK 所以當大衛 在這十三年裡面 他學到了一個 相信生長權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面對人生裡面有很多的 你不能理解的事情 甚至你引以為傲的榜樣 有一天他可能軟弱 他跌倒的時候 難道你要因為他的跌倒 你就開始論斷呢 還是你會為他禱告說神啊 幫助他 在他軟弱的時候 你的鋼牆能夠覆蓋他 當你懂得為你在上的權柄 禱告的時候 那個祝福也會很快速的領到你 我以前我常常在 我成長過程裡面的時候 我就是常常問神說 神為什麼在我左邊的 在我右邊都那麼蒙福 我就沒有那麼蒙福 他們都會講他們的見證 他們這些 然後神你都祝福他 為什麼就不祝福我 但有一次 我忘記是光哥講道 還是誰 哪一個外國講員講道 我都忘記了 他們就說 你知道神其實在等 神在等我什麼 等我有一個心胸 可以為他慶賀的時候 所有 留江聖 留江聖 所以所有在光哥身上發生的恩寵 如果我要跟他計較的話 我會說憑什麼 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你知道我曾經經歷過 因為以前那個二十年前 在辦各樣特會的時候 那個所有那個先知使徒 都會叫光哥跟哲人哥到台前 然後五千人一萬人的會場 然後就他們兩個站那邊 就說神恩告你們 使徒先知你們會帶來台灣的改變 你們會帶來國家性的轉變 然後我坐在那五千到一萬人的中間 想說他們憑什麼站那邊 我坐在這邊 神你為什麼沒有叫我在中間 是我可以帶來國家的改變 為什麼是他們 我跟神說神啊我不願意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這麼拼 然後結果我的結果是這樣 比如江神牧師那個教導 讓我整個的釋懷 然後我現在就可以看到 神給我的產業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為光哥有的 我慶賀他有的 爸爸不是不給我 爸爸擁有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給我 他給了光哥 是他的選擇跟他的權利跟愛他的行為 而當我為光哥所擁有的慶賀的時候 爸爸就會說 哎呦 這個孩子不但不計較 他還有這樣寬闊的心胸 那麼給他的東西都可以加倍的給我了 因為我沒有在計較的時候 我就有能力承接了 而當我每一次為他們所慶賀的時候 他們所擁有慶賀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開始多到我身上來了 所以原來我們會擋住 我們自己本來可以有的祝福 而我們要怎麼樣拿去這些 阻擋我們可以領受祝福的東西 就是為你周圍的人 慶賀看見他們所擁有的 而為他們祝賀說神你真好 你在光哥身上所做的真好 主啊你造他造的真是奇妙可畏 你所給他敬拜的恩高真是太棒了 所以你知道當光哥一拿起麥克風的時候 然後甚至他會 比如說你們昨天會看到我在服事的時候 光哥會上來做回應 你知道嗎 對我來講是一個多大多大的感恩嗎 我是被約束亞退團的 OK 不只退你還有退周訓政 對 幹嘛這樣子是你們太忙了 沒有開玩笑的 我們以前都是在約束亞 OK 那你知道對我們來講 光哥一直都是一個台灣關鍵敬拜的聲音 光哥每一次他能夠為我們的時候 他都會說我會上來幫你唱 昨天他有說我上來回應 我說好 謝謝 因為不需要他上來幫我唱了 因為約束亞有很多人可以上來幫我唱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 是他身上願意把他有的東西 跟我在講這個堂道的時候 他願意用他有的東西 跟我有的東西搭配 他沒有覺得他是一個 他是我的領袖 他是我的哥哥 然後他就說那我就 欸 你就自己上了 然後你看找個人來幫你就好了 No 我們都是看我有什麼 我一定想辦法幫助你 然後你有什麼 你一定想辦法幫助我 然後你擁有什麼東西 我向神慶恨你有這些東西 然後神就不斷的加添在我們的生命的裡面 所以今天我回應到回到這個問題來 第一個 我不會再去查驗 我的領袖他的私心這件事情 OK 第二個 我一定要知道 即使我領袖充滿了私心 第一個 對不起 他有私心 It's OK 私心如果沒有犯罪的話 我們憑什麼來論斷 OK 第二個 如果他是有犯罪的這種私心 他叫你跟他一起犯罪 你做還是不做 對嗎 答案都已經有了 所以一個領袖 如果是叫你做犯罪的話 你當然不要順服 OK 那但是如果不是犯罪 但是你感覺到什麼 交給神吧 扫羅的私心才多 而且扫羅還犯罪了 大衛都不會去動神所恩高的權柄 以至於大衛成為了可神心意的人 我想講一下就是 我覺得神非常的看重我們內心 我們的內心的狀態 知道 真言不是說 一生的果效是從我們心裡面發出來的嗎 所以我常常在整個過程的裡面 不管是在面對權柄 然後我常常就會 或是面對教會裡面有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我常常會跟神說就是 神你幫助我 讓我永遠都能夠像一個小孩一樣 我可以很單純的 我知道很多東西很複雜 我知道人的心也很複雜 可是神我不想要這麼複雜 因為真的複雜很辛苦耶 你要去猜人的想法 你要去猜很多地方 我說神你永遠幫助我 讓我在服侍你 在跟隨你的當中的時候 我永遠就像耶穌說的 天國是為小孩預備的 就是當我們的心 回轉像一個小孩的話 我們更容易經歷到神的國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那種單純 你知道神說什麼就什麼 然後神講什麼 我們就是去回應 我覺得像一個孩子一樣單純的心 我們更容易 我們更容易觸摸到神的心 然後我們也更容易經歷到天國 那接下來就是從這個裡面 我們就來回答那個上面那個 說牧師你好 在敬拜的過程中 我感覺到台前在火熱的年輕人們 並非全部都是一心敬拜主的 沒錯 OK 沒錯 你的感覺沒有錯 OK 對 但關你什麼事 沒有啦 OK 但是這是真的 關你什麼事 對 你的運動說 你要保持你的內心的單純 然後不要去批評論斷 為什麼 因為你說你看 並非全都是一心敬拜主 但是我看見有好多好多的年輕人 他們是真實的在敬拜神 我知道當然有人在參加 像參加演唱會一樣 我知道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人 他們不是因為樂團 他們不是因為這些的東西 他們是真的來到神的面前 你說他們是假哭的嗎 他們被神觸摸的時候 他們是不 這都不是我們能夠去論斷 跟我們能夠去說 我懂這個 你看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假的 不要變成這樣子的紀錄圖 我相信當然有些人 可能不懂什麼是敬拜的意義或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 我小時候的時候也不懂 但是我還是跟著敬拜或什麼 但是有些人 我真的看見神是怎麼觸摸他們的 我真的覺得那個真的非常非常的寶貴 他說反而 我對不起我打斷 那我就問說 你比這一群人還要愛主 你為什麼沒有在台前 我講完了 好 對 因為太急了 沒有啦 OK 反而 反而 反而有部分人 當台上的敬拜團 或特定的講員出現的時候 那種對偶像產生的崇拜心理 讓我在敬拜和聽到 聽講的時候感覺到不舒服 覺得聚會到底是來拜神還是拜人呢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讓大家去 我 我不會給你什麼直接的答案 可是我讓你們去思想的東西 難道我們 在敬拜神的時候 難道我們在服侍神的時候 我們不要拿出最好的來給神嗎 我的意思是說 那今天不需要有敬拜團 我們就一個人彈琴就好 懂我意思嗎 我們都不要 我們都要敬拜神 不要有人的話 我告訴你怎麼弄 就是放歌詞MV就好了 都沒有人 對 就是還是要有人錄 我意思是說 都不要有人好了 但是你知道 教會是我們一起跟神建造出來的 神是透過人來運行工作的 不然的話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都不要安排任何的聚會 不要安排任何的講演 不要安排任何的敬拜團 每一個人就在那個地方 每一個人就在那個地方 沖沖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也可能會有這樣子的聚會 也可能會有這樣子的禱告會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 特會的裡面 青年的特會的當中 能夠用年輕人他們喜歡的方式 因為你知道我以前 我在教會裡面長大 我真的以前超級討厭敬拜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爛 你知道嗎 那個私情好爛 然後帶敬拜的人也五音不全的 然後我就說好嗎 那我們就真實的來敬拜 因為神就是遠超過這一切 所以就是五音不全的敬拜主人也沒有關係 然後沒有什麼這些的樂團 沒有什麼就沒有 就一個就是 你知道我以前真的我國中的時候 我們就是這樣 有一個私情然後一個人在領敬拜 然後真的爛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我記得我還有一次 我們那個輔導就直接說你給我下來 換我上去 就是這個私情換 主領換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被換上去 我覺得你也太傷人了吧 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是要講說 神是透過人工作的 神是透過人來 你知道就是我 就是不管今天是講員 你知道我非常非常的佩服敬榮牧師 是因為他花很多的時間在預備那個獎章 我也可以說你就淡淡定精在神的身上 不要預備獎章了 我們通常在那個這個裡面 感受什麼就說什麼 可是NO 我們因為要 我想要給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最好的 所以我們需要付上代價 我們需要付上代價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在這個聚會開始之前 我們需要練很多次的團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預備 我們要去把所有的音能夠調 調到怎麼樣 然後我們需要好好的預備我們的信息 好好的預備我們的這些獎章 為什麼是因為 我常常在教裡面長大 我常常在問我自己一個問題 我常常在問我 我在做青年事工 我已經做了超過25年 我常常在問我自己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自己都覺得無聊 如果我自己都覺得很爛的話 我旁邊的這些國中生 高中生會覺得好嗎 如果我牧者 我都覺得我受不了了 真的我一開始的時候 參加我們青年崇拜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 哇塞 就是 就是 我說哇塞的 不要再講這些不好聽的 OK OK 好 就是 沒有 因為我真的 我是那種感覺說 連我都坐不住了 年輕人怎麼會想要 我不管今天你的信息有多好 或者是整個敬拜音樂什麼 都有 但是如果我都坐不住了 我是一個牧者 我都坐不住了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年輕人 他們怎麼可以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做年輕人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思維要改變 因為我成人根本不需要這樣 就要成人反而約束威亞的時候 他覺得吵死了 不要這樣講 我們都已經是成人了 我們都成人了 我們已經快老了 沒有 我是說成人的崇拜的時候 成人的崇拜 我就說他們其實不需要這個 他們怎麼樣子 他們都很能夠 在敬拜的裡面或什麼 但是同樣的 我也要問一個問題 那你怎麼知道 沒有約束威亞的時候 他們真的在敬拜 我也不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 真的不要 不要在這個的裡面的時候 感覺到舒服或者不舒服 因為可能有些的方式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這樣 這怎麼感覺 感覺好像是演唱會 感覺好像這樣子 No 我的心不是這樣 我的心是 神這些年輕人 是你所愛的 所以他們配得最好的 因為你也把你最好的 你的獨生愛子給他們 難道我們 當我們要服侍他們的時候 我們不要把最好的給他們嗎 所以我不知道 這就是我想說 當然 而且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很多時候這樣 因為我們一開始 我覺得我們每個都經歷過 這樣的過程 真的很有可能 你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講一個不在我們當中的人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是喜歡子君哥 你是喜歡聽他講道 他講道好好笑 我什麼這些東西的 我也很喜歡聽子君哥講道 但是你知道他講道 雖然好笑 雖然很多人喜歡聽他講道 但是他講道很有生命在裡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你說 你這樣你只能夠聽這個 對不對 你都沒有辦法聽心龍哥講道 你怎麼只聽子君哥講道 No 我們都聽 我們都領受 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神給每一個不同的講員 神給每一個不同的團隊 有不同的恩高在裡面 那我相信 我們每一個我們當中 你看我們當中 有一千多個人 你真的可以從哪一個領袖 或者是你真的可以從哪一首 敬拜的詩歌 一首就好了 一首敬拜的詩歌的裡面 你被神觸摸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可能今天唱了八首歌 裡面的七首歌 你都別 你就在那邊跳得很開心 為什麼 一首歌 一首歌就好 或者是一首歌的副歌 神觸摸到你 那今天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棒的聚會 為什麼 因為你經歷到神 不會說 你看他第三首的時候 他人已經飄掉了 沒有關係 第四首再回來就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或者是他在聽這個信息的時候 他就 然後另外一個信息的時候 他感覺都在玩手機或什麼的東西 我說沒有關係 然後最後你知道 我真的很多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他從頭到尾這個 我們的學生都在玩手機 然後最後呼召的時候 來到前面痛哭流涕 我覺得你剛剛有在聽講到嗎 但是那個是神真的在觸摸他 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你以為他在玩手機 你以為他在怎麼樣子的時候 他沒有在聽 搞不好那個東西都進去了 你不知道 因為只有神能夠見察人的心 只有神能夠聖靈才知道 他正在裡面做什麼工作 不是 他說不是憑眼見 而是憑信心 我真的相信今天 只要在這個地方 只要在這個環境的裡面 當聖靈在工作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人真的太多了 他在對某些人在說什麼 他在服侍 那個人為什麼會哭 我不知道 他正在經歷什麼 我不知道 那個人為什麼都面無表情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早上 經歷到什麼事情 我只相信 當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不管是我們講道 我們帶敬拜 神我求你觸摸他們 我求你觸摸他們的心 我求你今天遇見他們 這個就是我們所能夠做的 但至於這些東西都是聖靈 都是神的工作 OK 我想光哥 剛剛所想要解釋的東西 他從他的敬拜團的角度 他講到了怎麼樣 可以有一個卓越的敬拜 那 其實你知道 只要有卓越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就會產生羨慕 跟想要跟隨 所以今天你應該看見的是 他會因為特別的講員 或特別的敬拜團 代表的這些人 他們真的很卓越 所以你才會看到 他們想要跟隨這件事情 你覺得耶穌卓不卓越呢 他走遍各城各鄉 五千人一萬人 他不用麥克風 都可以對萬人講到 他不用麥克風 萬人跟隨著 讓他連走都走不過去的時候 你覺得到底他身上的是一個偶像 還是是一個人想要羨慕的生命 今天我們不能去論斷別人 他到底是追隨偶像還是什麼 但是我們要告訴我們自己說 我一定要對神到卓越到 讓別人開始會羨慕 OK 這是站在講台上應該要負的責任 到今天我仍然是逐字稿 雖然我從來都不看稿 我看到了 對 我了解 但是我二十年前我回到台灣 我會寫逐字稿的關係是因為光哥 光哥到現在都是逐字稿 然後呢 我當時候會把我的逐字稿是要給他看的 然後他看了之後他就說 好 那你可以去講 到今天我已經有一個習慣 我會把逐字稿寫完 但是我不一定會在我上面講 但是我會附上我的盡責 代表我已經對這個獎章已經想過很多遍 很多遍 甚至我什麼地方應該要怎麼做 甚至我到回應的時候會怎麼回應 我要給的是給神最好的 我也是給你們給最好的 而在這樣的一個卓越的裡面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有人想要有偶像崇拜 那個不是我要決定的事情 但是我們反過來 你想問的應該不是講台上的 但是我先表達我們在講台上面的感受 OK 但是你想的是為什麼這群人 哇 看到這樣的講員 看到這樣敬拜團的時候 他們就是偶像崇拜 你知道嗎 有很多的時候 就像光哥講的 你可能一開始是偶像的崇拜 但是因為一首詩歌 他突然間他被神觸摸了 他改變了 可能一篇信息那個關鍵的東西 突然聖靈把那個東西放進他裡面的時候 他改變了 你總希望他可能是偶像崇拜 總比那一些不冷又不熱 坐在我們中間宗教行為的人那更可恥 太重了啦 可恥 職求對決 職求對決就非常太客氣 可惜可惜 不是可恥 可惜可惜 可惜可惜了 可惜可惜 可恥 你知道在我們在不斷論斷別人的時候 我們反而要問我的心是 為什麼我不可以渴望神到一個程度 我不會看見那些人在偶像崇拜 如果我的眼目都定睛在耶穌的身上的時候 我怎麼會看到我周圍的人怎麼樣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問題耶 我無論在台上或在台下 我努力的看到的是耶穌 如果別人所做的事情就會絆倒我的話 那麼我的自主權力也太低了吧 我能夠跟隨神的能力也太低了吧 我不過就是烏合之眾吧 因為我是烏合之眾 我才會被人所影響啊 如果我是一個領袖 我不是烏合之眾的話 我會清楚知道我現在要去哪裡 剛剛光哥講了子俊牧師跟我們 你知道子俊牧師是我們非常好的兄弟 他現在是網紅牧師 他的信息大概都是 我的點閱率大概有六倍左右 有人點我一萬的他就是點六萬 我們講到模式完全不一樣 你認識我你就知道 我完全知修對決 我從來沒有再客氣的 我心裡想什麼我就講什麼 我很值得把所有的東西真相擺在人的面前 但是不一定人家會喜歡我講的那麼值 你們可以聽得懂嗎 子俊牧師 他也是把很值的東西擺在笑話的裡面 所以你以為你聽到他的笑話 然後你就笑好好笑 他每一次笑裡都有藏刀的 他的刀不是壞的刀 他的刀是修剪你的刀 我馬上告訴他一下 對讓他告訴他 對 OK 那所以你不要以為聽子俊牧師 大家很多人都說聽子俊牧師 他太重了吧 對 但是他需要先讓你感受到 他是非常愛你的 他有這樣 那每一個人的個人性不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 彼得跟約翰就是不一樣 你不要彼得去羨慕約翰 然後約翰羨慕彼得 那永遠就都做不了 該做的那個使徒的角色 對不對 所以你是誰就做誰 我今天不會因為子俊哥 他有六萬的時候 那我就要努力怎麼樣用這個方式 然後產生我可以有六萬的點閱率 我不用像他 因為我就做我自己 我能夠影響到的人 是神早就量給我的 不是我要討好人 讓人來被影響 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我們要做到著願的時候 然後我根本也不用care我周圍的人 因為追尋神永遠是我與神的個人關係 這件事情如果我都沒有搞定 我就已經要管到別人 怎麼跟神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也管太多 也管太大 這是我想表達的 好 就是問題怎麼我們回答了都沒有拿掉 所以我這邊會看就是那個下一個 還沒有回答的問題 然後同工幫我們就是往下去 然後我覺得剛剛其實前面兩個問題 我覺得都是在提醒我們 其實我們真的跟隨神的這條道路 其實是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就是那當然神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權柄 然後有這些在我們身邊的人 那可是最重要的還是 那我怎麼去追尋神 然後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不太需要一直去看說 那別人怎麼樣 所以很快我想要 就是雖然他沒有在上面 可是因為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會不會覺得約束雅就太偶像化明星化 我覺得那這就也不是我們需要去顧慮的 因為如果我自己是不覺得 那假設真的有人覺得是這樣子的話 那也是他們那樣子的認為啊 然後我覺得就不需要太去 那我也蠻好奇的哪一個像明星啊 對啊 光哥嗎 沒有 不是我 都已經大輸了 你沒有把他當成明星啊 我知道是誰 我知道他們講的是誰 因為真的 最近有些年輕人也蠻帥的 真的喔 我都看不出來有比我帥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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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有點驕傲 好不好 你這個有點 有點那個 對啊 對啊 我們要扶老好不好 因為我們已婚 OK 沒有 我跟你講 就是 我有點 有些時候我有點 不是很明白 這個 這種想法 就是說 難道我們要 很邋遢嗎 難道我們要很醜嗎 難道我們要上台的時候 就是 無音不全嗎 抹灰啊 然後披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我覺得是要這樣子 然後弟兄姐妹看見 哇 我這樣還能敬拜 我真的是真正在敬拜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為什麼 我們要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想 就是說 難道我們真的要搞 把自己搞得很糟很爛 這樣子才能夠調出 弟兄姐妹 真正想要敬拜神的心嗎 就是 我沒有要調出什麼東西 我只想要把最好的獻給神 我只想要把最好的 我只想要當我們在服侍的時候 我覺得 很多時候人家會 我們以前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會講 他們 我常常會用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那些外面 我不是說我們要去跟外面的人比 為什麼那些年輕人 他們會願意去 隨便講五月天的演唱會 他們會願意去韩團的這些演唱會 為什麼 叫的都比更大聲或什麼東西 那我說為什麼他們 不能夠對神是這樣子 他們不能夠把這樣子的讚美 獻給神 然後要去獻給這些地上的人 我們沒有在唱 約束來有多棒 沒有 我們並沒有在高舉人 我們是在唱關於神的事情 關於聖靈 關於神的靈 關於天父 關於這個 我們所要敬拜的那一位 我們沒有想要把 大家把焦點放在人的身上 當然我們希望有很卓越的燈光音響 然後呢 包括很多的這些音控 很多這些的 都需要很多 背後有很多的團隊 跟很多的同工來配搭 但是我以前常常會這樣想 為什麼那些人他們在 去參加這些演唱會的時候 他們可以這樣子的去敬拜 那些外面的偶像 可是我的神 為什麼不能夠配得年輕人 為他們火熱的來歌唱呢 我先不要說 我不知道到底 這麼年輕的弟兄姐妹有什麼 他們到底懂不懂 什麼叫敬拜 但至少他們是在為神歌唱 至少他們是唱關於神的事情 然後慢慢慢慢的 我覺得我們會去學習 什麼是敬拜 什麼是敬拜神 什麼是根神 什麼是對神的敬畏 因為我相信這些的真理 都寫在那些的歌詞裡面 你知道很多的時候 我覺得敬拜是什麼 敬拜就是 我們其實是不斷的在唱 關於神的真理 關於神的所示 然後呢 有些時候講到你聽完 你就忘記了 可是敬拜的歌 你會一直記得 然後其實那裡面 我常常會覺得那些的詩歌 就是可以唱的講道 可以唱的信息 我們一直在唱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讓真理 更多的進到我們的裡面 所以我常常以前 就會有這樣想說 為什麼年輕人都可以去外面的時候 瘋成這樣 然後到教會裡面的時候 每個安靜的不得了 每個都是覺得說 你明明在演唱會 跟你在學校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來到教會的時候 就完全變了一個人 就是變得另外一個就是 而且我覺得年輕人 其實真的很重要 就是那個活力 你知道光哥現在這個腳踝 跟膝蓋沒有那麼好 不然以前我跳多高 我現在就沒有辦法 我現在沒有辦法 我現在就是真的 就是我如果再跳 但可能第二天 就要坐椅子講道了 但是你知道我好想要跳 我好想極力的 想要來讚美神 來敬拜神 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 能夠這樣子是神的恩典 能夠這樣子是神的恩典 然後聖經裡面也講 就是你用身體 然後拍手 擊鼓跳舞 然後這些所有這些東西 他說擊鼓跳舞對不對 聖經裡面沒有講要編舞 你們怎麼編舞 或什麼之類 就是大家能夠 有些簡單的動作 大家可以一起跳或什麼東西 我覺得更能夠 幫助我們的心打開 有些時候你會發現 你嘴巴打開了 你的心就開了 你的手舉起來了 你的心就開了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都是要幫助我們 怎麼樣能夠進入到 敬拜的裡面 所以我想要回答 怎麼突然又變成那個 因為他現在是用滑的 你想要回答哪一題 你說 我來講 我想要回答那個同性的那個問題 對 再講到說那個 就是神怎麼看同性嗎 喜歡同性是怎麼看的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 對 喜歡同性神是怎麼看的 該怎麼面對 喜歡同性神是怎麼看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喜歡跟欣賞同性 跟喜歡跟欣賞異性 就是我也很喜歡心中歌 我沒有 你不要太喜歡 我沒有太喜歡 沒有啦 其實我們非常喜歡彼此 對 就是成長過程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喜歡欣賞一個人 我沒有要做什麼 譬如說 我也很喜歡迪力熱巴 你知道是誰嗎 你現在跳太遠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我有太太啊 你喜歡迪力熱巴 跟喜歡我一樣嗎 差不多 原來我被排在這麼後面 沒有 你排在很前面 你要排在很前面 拜託 迪力熱巴多漂亮 但我跟你講 喜歡欣賞 不代表我要做任何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我沒有要跟迪力熱巴結婚 我沒有要跟迪力熱巴交往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也不會跟我交往 我現在就很誠實的跟你講 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喜歡跟欣賞 但是 我沒有要 沒有進入到交往 沒有要 沒有要做任何的事情 喜歡跟欣賞 所以你問人說 請問同性 喜歡同性 或者欣賞同性 神是怎麼幹的 就朋友啊 很好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做什麼 或什麼都好 我希望你可以去問問神 這是不是神要你這樣子的 但是我覺得我認為 我們今天可以欣賞同性 也可以欣賞異性 對 但是我們有沒有要進入到感情的裡面 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說 情感感覺是真的很真實 該怎麼樣子的面對 那你的這個情感 是不是已經進入到一個 神沒有要你進入到的 這樣子一個情感的裡面 一直說我可以欣賞 我可以欣賞很多很多的姐妹 我都覺得這些姐妹真的很優秀 很棒 可是我沒有要跟她們交往 我也沒有要對喜恩不忠 所以我都覺得就是欣賞 就覺得這些姐妹或是什麼都很好 可是我沒有要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當我一旦說 我突然隨便講好了 我想到一個 我想到一個 隨便講好了 可能是我們的同工或什麼 我會覺得 她真的很漂亮 然後呢 我就突然想說 那如果我跟她在一起的話 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的時候 我就已經進入到一個 神沒有要我進入到的那個裡面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神沒有說 你不要看 對 像Ada 我們不要看她 我不要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大家都在一個家裡面 都在一個團隊裡面 可是神要我用聖結的眼光 來看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可是一旦我就說了 我現在不要去講 我先不要去講什麼 同性或是什麼的 我想如果有任何一個人 我覺得好像我想要去 我開始去想 那如果我跟她在一起的話 是怎麼樣的感覺 那如果我就是跟她去約會的話 我當我一直進入到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這次耶穌講到說 他說 譬如說在旧約裡面想犯奸淫 可是在新約的當中是你想 你去想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當你在想的時候 接下來可能你就會開始 朝那個方向一直去走了 所以 如果你 就只是欣賞 只是 很喜歡我們這些的同伴 這些的朋友或什麼 但是你一旦進入到那個 你覺得 那個不是 不是神要我走進到那個裡面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停止 停在這個地方 不要繼續往前走 OK 然後你問神說 應該一樣 很多的時候交往也是一樣 如果那個就是 譬如說今天講什麼渣男嗎 還是什麼 那些東西或是什麼 一樣啊 就是如果神沒有要你 進入到這段感情的話 那一樣 你仍然有這個選擇是 我不管神 我就是想要進入 那也是那個 但是你如果說神說 我沒有要你進入到這個感情 我沒有讓你進入到這樣子的 喜歡的裡面的時候 你說好神 我願意 我不要 我要保守我自己 然後 那你就可以 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想要回答這個 的問題就是 真的有些的時候喜歡一個人 那個感覺很真實 但是 喜歡 欣賞 但是你又沒有要走到那個說 我想要跟這個人交往 我想要進入到跟這個人的感情的裡面 那個已經是下一步了 在那下一步還沒有發生之前 你進入到那樣想法的時候 我們真的需要祷告說 神 你幫助我 讓我不要繼續這樣往下走了 因為我可能 不管今天是異性或是同性 我可能開始會 我可能有一天繼續這樣往前走的時候 我會得罪你 就這樣 加拉太書第5章第17節說 因為情欲和聖靈相爭 聖靈和情欲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的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你只要查驗你自己 是不是在情欲的裡面 如果你的喜歡 進到情欲的裡面的時候 你就是與聖靈相爭了 所以你是被聖靈所掌管的 還是你被情欲掌管的 你的內心最清楚知道 所以今天喜歡一個人 絕對不會是問題 但是進到情欲的想法裡面的時候 那麼就是與聖靈相爭了 意思就是不是聖靈的心意 所以我們要常常提醒 我們自己活在聖靈充滿的裡面 被聖靈引導的裡面 然後呢 所以回到了 兄弟之情往往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婚姻以外 兄弟之情 所以我們需要有兄弟在我們周圍 是同性的 我們需要有姐妹跟姐妹在一起 那是同性的 這個同性裡面的一種欣賞 心心相襲 就如同大衛跟約拿丹是一樣的概念 而那樣子它是可以震動三合的 我們不是只有婚姻這一種而已 我們還有一個兄弟情 姐妹情 這是可以震動三合的 而且神非常喜歡我們 有一個屬靈的喜歡欣賞這一件事情 是我真的非常喜歡光哥所做的一切東西 而且非常喜歡他這個人 他的個人性 他所看見的東西 我們需要有同性的 能夠一起往前走的 我們也需要有我們的家 我們的妻子一起走的 所以這些東西是不抵觸的 所以記得關鍵在於 情慾跟聖靈是象徵的 你只要在被聖靈所引導下面 你就不會被情慾所引導 好 謝謝迅光牧師 明天還有時間 我們明天還有時間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也都會留下 歡迎大家 剛剛問我們三角函數的那個 明天直接把帳戶封鎖 沒有啦 我們再來跟我們的同工確認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明天還有一個新的連結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再繼續投問新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我們也都會收好 但是我們這些問題沒有 對 我們沒有回答的 我們明天還是可以繼續回答 然後跟外衣真的明天 因為大家真的問的也蠻踴躍的很好 雖然裡面我也看到很多在彼此聊天的 那但是我們會把這些問題說好 明天會不會大家在這上面告白 沒有啦 那個 因為其實Asia之後 我們都還有像光哥來了的這個直播節目 其實都可以持續的來提問 對 我們今天是光中來了 不錯耶 我們可以錄兩集 就是其實我覺得我們想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最一開始兩位牧師所說的 我們的信仰其實真的很需要落實跟生活化 然後那這個東西這樣子一個互動方式 是我們很喜歡 然後也很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好像更多的 也理解你們想問的是什麼 然後好讓我們在跟你們互動的時候 是有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雖然那個三角函數真的是很難拿 那 那 不會我們真的會直接說我們不會 真的不會就是不會 對對對 牧師也很常識 一點都不可恥 對對對 不會就是不會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結束 然後謝謝大家